日本 講到日本 大家可能即時想到去旅行 但其實和投資都可以有關係 今集等渣打和你深入分析今期的關鍵字 日本 看下除了旅行之外 是否都有投資價值 旅行想洗少些買多些 日元當然是越便宜越好 但渣打財庫管理認為 日元可能已經跌得差不多 而看日元過去的走勢 其實與美國、日本兩地的息差關係很大 所以當美國加完息之後 就要小心日元可能會反彈 我們看未來12個月 日元可能有機會反彈一成左右 每把日元對港元 可能會回升到六算水平 準備去日本旅行的朋友便要留意 而隨著疫情後的重啓 日本旅遊業復甦強勁 有望帶動經濟的表現 渣打的CIO也認為 日本一直在行的超寬鬆貨幣政策 未來或許會有改變 可能會逐步收緊貨幣政策 甚或是加息 日本股市過往表現差 相信只有少數的投資者參與 但你又知不知 情況在過去一年其實已經改變了很多 日本股市在上半年升幅超過兩成 亦已去到30多年的高位 雖然是升了很多 但股值仍然比亞洲股市折讓 加上協的管制改善和回購增加 我們認為 日本股市未來仍然有上升的潛力 有興趣去日本旅行的朋友 除了要趁低位賣日元之外 亦可以留意一下 日本股市是否值得投資 祝大家下半年旅途愉快 投資得心應手 GINN GINN GINN